先回答 各位老师,我们累一点,我们跟海中相关,我们还是问关于我们这次口碑双十二的吧 先回一遍 任务多了吗? 下一集 有看到消息说你们要发新关系了,那接下来酒喝肉也是一部分的 接下来就是有这些常客的会 然后换年,也没有人家的 那你们换年是在哪里? 多难 千禧最近那个学校有这个方向了吗?包括专业 大学 大学还在考虑 要准备一考吗?还是走那个普通的文化课? 要一考,那学什么专业有想法吗? 在吃喝玩乐的同时,有没有自己一些困扰,成长的繁忙之类的? 这位吃喝会烫 所以你也会有吃过这会烫的这种困扰吗? 我又会有一个困扰 千禧会有 但是我当时也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他吃喝的这种困扰 就会战争吗? 嗯 那那个,应该马上就要跨年了嘛 不知道各位就明年不得有福气 希望大家考虑考虑的一个困扰 结业比较多开一些好戏 明年就觉得 还是会 好好的 就是如果有好的 遇到好的 一些困扰还是想去尝试 然后呢,也会 也会在那边好好学习 也会去做一些 对 那千禧呢? 因为明年对你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年 明年就上大学以后 专注学业 专注学业 对 小凯说 就问一下 这个 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啊? 会不会你 他会不会像你炫耀? 嗯 是要看 但好像粉丝都不太关系 就是不太 就是担心你考大学的时候 没有好像是学买 嗯 学买就学买到 班里工作 还在学习 学习就学习就学习就学习 就学习就学习就学习 就学习就学习 就学习就学习 嗯 嗯 那因为前两天大家都说 王远哈 这个造型大改变 会人家变成熟 挺绝的 嗯 嗯 嗯 会人家摇滚 嗯 嗯 就摇滚跟着音乐 所以就比较 比较 就是说音乐类型的一些造型 就是这个 那你以后之后会有最大的感觉 之后再工作呀 就是我觉得还是看的就是 是不是个特别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种科会 这个音乐是要讲的 那我都不懂 那那个 王俊凯就是参加那有人的诞生嘛 然后跟那个老师和对系 就感觉自己感受怎么样了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 就是很厉害的人 所以说你会带着我们很多 情绪 然后很多 好的融入感 嗯 那仔细姐对你的印象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评委 仔细姐对你的就是指导啊什么 对 仔细姐就是在拍摄 拍摄的时候也会有种一些指导 然后我们也会想一下 就是她怎么可能觉得 这样的方法 会有什么时候的经验 嗯 嗯 新年 新年的事情也挺多的 嗯 如果只是表演的话 因为 也才上大学的话 其实对表演的 我也不好去 整个去盖过表演 什么工作 所以表演就是 某个人会有自己做的 这个 就是进展的方式嘛 所以这个就是 还需要在很多的 慢慢的积极的 就是发展 这样才能做 更好的区域 嗯 不知道两位除了自己 这个活动 包括自己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 那这个18年 还会有哪些公益方面的打算 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主要就是还是 因为 最近 最近是在了一些 深圈的角色 这种风光 所以还是会继续下去 如果会有好 想到一些新的 好的一些 哪儿也会去 那参加综艺节目 那参加综艺节目 会不会觉得辛苦啊 嗯 先起回答一下吧 刚才 这方面 也有账点 然后 然后 就知道 如果想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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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人来找 找一个想法 来我们现场 可能要过去